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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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國82年的時候 藉由婉正銘師姐的引劍 進而認識了慈濟這個大家庭 直到921地震的時候 霧峰也是受災非常嚴重 所以當下 看到很多的師姐都在刊災 然後花救濟金 想說我們到底能做什麼 所以開始就去做相機 到拉大廳 就覺得說 看到很多的受災婦來用餐 感到非常的感恩 也很歡喜 就是我們有這個機會去服務大眾 以前的脾氣非常的急躁 然後又很急迫 什麼事情都想說趕快做 無形中 跟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會有壓力 真的急性子 畫出來的時候 就很難收回來 自己帶的也很辛苦 想想說 真的是要 好好調整我自己的腳步 然後改改我自己的脾氣 我真的很害怕說 因為我們的一些聲色 都讓大家退轉心 那真的是很難過 有一段經文 讓我深深的感觸很大 就是用以慈悲心來實踐大愛 用大智慧來超越煩惱 讓自己學習放下 在旁邊陪伴隨時做補位的事 在旁邊陪伴隨時做補位的事